朋友负债跑了 母亲重病 她又遭到合租室友的强奸 说强奸这事儿 未必有人会信 算了 暂且饶过她 拿到钱的她选择了私了 不料她又莫名其妙地遭到了绑架 警方发现 这李自强的行迹是十分可疑 绑架她的人竟是她的合租室友李自强 室友出于报复 还是另有隐情 出租房里的郎室友即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这2013年10月的一天 某市东方社区的出租屋里 一个男人拉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公娘 是扑通的跪倒在一个年轻女孩面前 这男人拿出一袋人民币是苦苦的哀求 你可千万不要报警啊 我坐牢也就算了 可怜我这女儿啊 就成了孤儿啊 这个男人做了什么 年轻女孩为什么要报警 今天的节目啊 我们就从这个名叫海陆的年轻女孩 租房子说起 2012年海陆大学毕业和男友一道 来到南方某省会城市 海陆呢 应聘在一家培训学校当老师 这男友呢 在临近城市的证券机构上班 海陆在学校附近租下了一套两居室 因为平时工作都很忙 只有到了周末呀 这男友才能赶回省城和海陆见面 虽然是聚少离多 但是这并不影响两人的感情 一年以后呢 他们准备谈婚论嫁 这买房子呢 就成了头等大事 眼看着蹭蹭上涨的房价 可是薪水有限 这海陆的心里呀 是无比的焦虑 于是他和男友商量 诶 你回来的少 不如我再找个合租伙伴 可以分担一些房租 也好呢 有个照应 这男友听着主意不错 第二天呢 海陆就在网上 发布了招人合租的信息 这很快呀 就有人找上了门 来合租的是一个年轻女孩 名叫江苗苗 刚刚来到省城打工 这两人呢 就很快达成了协议 各住一间房租平分 江苗苗搬来以后呢 对海陆像姐姐一样 生活上是相互关照 经济上相互分担 可是呢 没过多久 这情况啊 就发生了变化 海陆觉得有些不安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来江苗苗谈了个男朋友 名叫李自强 两人是如胶似漆打得火热 这没过多久啊 这李自强就开始到 江苗苗的房间留宿 三个月没到 干脆就搬来住到了一起 这海陆有些不高兴 江苗苗似乎看出了 海陆的不悦 姐 实话告诉你 自强有个小女儿 我父母坚决反对 我跟她在一起 可是我跟自强是真爱啊 请姐姐体谅我俩 不行你看这样 房租呢 分成三份 我和自强出两份 你主出一份 你看行不 听到这儿啊 海陆在心里盘算 这样合租自己只用出 三分之一的房租钱 想到这儿 她点点头 答应了江苗苗的起义 就这样啊 合租恢复了平静 海陆和男友呢 努力工作 省吃俭用 经过一年的辛苦打拼 再加上双方父母的支持 这春节过后呢 两人手上就有了20万的存款 海陆呢 就看好了大学城附近的 一处小户刑 这五一期间开盘 年底就可以交房 海陆正满心欢喜地盘算着 等到今年五一先把新房买了 明年再和男友把婚结了 这样明年春天就可以搬离出租屋了 可是令海陆万万没想到的是 五一还没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把她的新房梦 结婚梦给彻底的打碎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天是周五 海陆提前下班 准备了几个可口的小菜 等待男友回来共度周末 可是一直等到晚上八点 这男友依然没有回来 手机也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就在她迷迷糊糊 有些睡意的时候 这手机突然响起 是男友发来了短信 海陆 对不起 两个月前我瞒着你 把积蓄都买了股票 没想大赚一笔给你个惊喜 没想到亏得是一塌糊涂 我又借钱填补窿窿 结果是越亏越大 现在根本无理偿还 我不想让你跟我一起受苦还债 我走了 忘了我吧 什么 二十万元炒股亏掉了 这第二天呢 她赶到了男友的单位 却被告知男友已经辞学 就在这时啊 海陆接到了家里打来的电话 母亲被检查出 患了癌症 需要动手术 费用还差好几万 海陆值得振作精神 一边教学 一边利用晚上业余时间做兼职 这天海陆忙到很晚才回家 身体有些不舒服 就躺在床上 江淼淼哭丧着脸 过来跟她道别 海陆姐 我要搬走了 海陆心里一惊 这男友刚跑路 室友也要搬家 她赶紧坐起来 问是怎么回事 江淼淼说呀 家里坚决反对 我和李自强在一起 我呢 也觉得不合适 家里给我找好了工作 明天 我就返回老家去 第二天一大早 江淼淼就收拾行装 离开了 海陆早上醒来 躺在床上是 头昏眼花 犯恶心 这段时间呢 白天上班 晚上兼职 吃饭没有正点 这胃痛的老毛病 又犯了 加上晚上休息不好 这胃里啊 是翻江倒海 海陆一想到 男友的离去 家中母亲的疾病 无助的失声痛哭起 正在这时 她房间的门被推开了 海陆吓了一跳 一个男人 站在了门口 不是别人 正是江淼淼的男友 李自强 原来啊 李自强过来收拾东西 听见有人在哭 他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赶紧推开门 看到了脸色苍白的 海陆和一塌糊涂的地板 他连忙给海陆倒来热水 把屋子收拾干净 还给海陆买来的早餐 到了中午 李自强呢 又下厨炒了几个可口的小菜 端到了海陆的床前 两个人是边吃边聊 这海陆啊 才真正了解了李自强的经历 原来呢 这李自强也来自农村 高中毕业以后 出来做家装行业 赚得了第一桶金 五年前 他与未婚女友生下了一个女儿 不料啊 前年一个工程出了问题 这合作伙伴把工程款全部卷走 他卖掉了车子 房子 才支付了欠付的工人工资和材料款 这女友见他破产 就扔下了年幼的孩子 投入到别的男人怀抱 他只好把女儿交给了老母亲照顾 自己来到省城做些事 想步入正轨以后呢 再将女儿接过来 认识江苗苗以后 两人是情投意合 他也希望跟江苗苗好生过日子 可是呢 江苗苗的父母知道自己还有个孩子后 就坚决反对女儿跟自己交往 还逼江苗苗回了老家 两次被人剖析 还如此有情有义 于是呢 他把自己男友的事呢 就告诉了李自强 两人是越聊越近 越聊越亲 谈到最后 这李自强就说呀 依我看 你目前经济上也不宽裕 这江苗苗走了 我一时半会儿 也找不到合适的住处 你看这样 能不能维持现状 相互有个照应 这房租费用不变 我呢 出三分之二 李自强的有情有义 让海陆答应与他合租 不料这却成了一个 让他后悔的决定 李自强却趁自己酒醉 强行占揽了自己的身体 合租被室友强奸 海陆选择了收下室友的钱 不再追究 却不想厄运再次降临 海陆的电话却莫名的关机了 房间里也没有人 四处寻找他的男友 却接到了一个绑架电话 出租房里的狼室友正在 两个月后呢 李自强就征求了海陆同意 把女儿接过来共同居住 就这样呢 两个不是情侣的合租伙伴士 共同生活相互取暖 可是呢 这种和谐氛围并没有维持多久 不久后发生了一件事 改变了海陆对李自强的看法 这天呢 海陆和同事在外喝了几杯酒 一回家就醉倒在床上 晚归的李自强也是喝酒回来 他发现海陆的房门没有关 他推开门 看到了衣衫不整的海陆 在酒精的催化下 李自强就占有了酣水中的海陆 第二天清晨 海陆酒醒了 看着躺在身边的李自强 他意识到昨晚发生的一切 他是又惊又悔 其实呢 他并不爱李自强 只是在自己人生的低谷区 需要伙伴的一点点温暖 可是啊 李自强却趁自己酒醉 强行占有了自己的身体 是他极不情愿的 这羞辱和愤怒之下 他想到了报警 李自强吓坏了 赶紧向海陆是道歉认错 请求原谅自己醉酒后的冲动 可是呢 海陆根本不为所动 坚持要到派出所告他强奸 看到海陆不离不着 李自强连忙将熟睡中女儿叫醒 拉着女儿是一起跪在海陆面前 并拿出了一万块钱作为补偿 恳求海陆不要报警 这样就出现了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看着年幼的女孩搂着父亲 吓得哭成一团 这海陆的心转了 他想想 觉得这事啊 如果传扬出去 对自己的名声也不好 更何况啊 孤男寡女同处一室 说强奸这事儿未必有人会信 算了 暂且饶过他 再说母亲也急需治疗费 想到这儿呢 他就选择了隐忍 严厉警告李自强 李自强对天发誓 绝对不会有任何冒犯 这之后啊 海陆将这一万块钱 寄给了母亲 也不再搭理李自强 这件事过后 两个人依然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彼此之间过着井水 不犯河水的生活 李自强也真的 如他当初答应的一样 然而海陆浑然不知的是 看似平静的生活表面下 他正在陷入一场更大的危机 这半年后呢 海陆经人介绍 认识了在银行工作的正量 双方是情投意合 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 随着双方交往的加深 海陆非常担心 这害怕男友知道自己 被李自强性侵的事儿 于是呢 他让男友重新找一处房源 搬离出租屋 这正量啊 就询问原因 海陆说 我和李自强男女合租不方便 也怕呀 你会有想法 正量说了 我在三环路上 安建了一套房子 国庆节左右交房 不如在这儿将就个半年 等拿到新房钥匙 赶紧装修就搬走 听到男友这样讲 这海陆呀 也只得暂且作罢 可是没过多久 这海陆又向男友提出要搬家 正量觉得蹊跷 问海陆是不是有事儿瞒着他 海陆是马上拾口否认 在正量的一再追问下 海陆红着眼圈 把自己和前男友的伤心网事告诉他 海陆解释说 男友跑路走人以后 我就变得患得患失 随着和你感情的加深 我的担心就变得越发强烈 很怕一觉醒来 美梦再次破碎 海陆又说了 我只想换个环境 告别过去 和你好好过日子 见到女友如此深情 这正量很是感动啊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 正量还专门请了假 陪海陆到海南度假散心 这旅游回来以后啊 海陆精神好了很多 也没有再提搬家的事 这正量悬着的心呢 这就放下来 专心筹办婚事 国心节过了以后 正量收了新房 开始着手装修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这新房装修接近尾声的时候 这海陆却突然不见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天下午 正量接到了海陆的电话 要他第二天下班后去接他 有要紧事跟他商量 可是到了第二天 海陆的电话却莫名地关机了 正量打电话到学校 同时说今天海陆没有来上班 正量以为海陆近期筹办婚礼 人很辛苦 是不是在家休息 随后呢他来到了出租屋 意外的是 房间里也没有人 就在他心机如焚的时候啊 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过来 一个男子是恶狠狠地说 海陆在我手里 如果不想他有事 速速准备三十万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天哪 海陆被人绑架了 是何人所为 正量是又惊又怕 这女友平日的性情温和 为人谨慎小心 没有听说得罪什么人呢 担心女友出事 正量马上向警方报了警 并举报了一个人 海陆的前男友 他当初炒股欠了一屁股债跑了 现在会不会是因为被追债 走投无路 才绑架海陆 借此勒索钱财呢 那么海陆的前男友 会是绑匪吗 这警方围绕海陆的前男友的 社会关系 展开调查 很快在东部某市找到了他 海陆的前男友 承认自己欠钱跑路的事 可是他说了 海陆的失踪 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这段时间呢 白天在厂里上班 晚上住的是集体宿舍 根本就没有外出时间 这同事们也能证明 于是呢 海陆前男友 作案的嫌疑被排除掉了 这警方就继续调查呀 发现海陆失踪的当天 这银行卡内的两万块钱存款 在一处取款机中被驱走 警方调起了监控 这监控显示啊 取款人是个女子 身穿着这灰色风衣 戴着宽颜帽和墨镜 警方让郑亮辨认取款的女子 可是宽颜帽和墨镜 遮住了大半张脸 根本没有办法 看清楚女子的真面目 她会是谁呢 跟海陆又是什么关系 郑亮奴隶搜索在女友 所有的社会关系 突然她想到了一个人 江苗苗 就是海陆的合作女伴 在上个月啊 江苗苗还跟海陆见了面 当时自己去接女友的时候 江苗苗看到自己的时候 就停止了谈话 似乎有什么事 不想让自己知道 这回家的路上 女友不说话 神情也显得十分紧张 难道说海陆的失踪 跟江苗苗有关吗 她把自己的怀疑呢 就告知了警方 警方随即按照身份信息 就找到了江苗苗 并传讯了她 陌生女子的身份未解 警方又从江苗苗身上 得到一个可疑人的线索 在海陆失踪的当天晚上 这李自强的行迹是十分可疑 行迹可疑的李自强 是否跟绑架有关 他跟取款机出现的女人 又是什么关系 他找来共同吸毒的女友 从贵源机上 取走了卡里的两万块钱 真的会是合租的李自强 绑架了海陆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出租房里的狼室友 正在播出 听说海陆失踪 这江苗苗显得很吃惊 上个月到省城出差 我是约了海陆吃饭 得知他有了新男友 并打算结婚 我很替他高兴 但是得知李自强 还在跟他合租的时候 我就劝他 要离这个李自强远一点 海陆很奇怪 我就跟他解释说 自己当初和李自强分手 父母反对只是一方面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 是我偶然发现 这李自强他在吸毒 这才毅然跟他分了手 李自强是个隐君子 江苗苗的话 到底是真是假 可是取走海陆银行卡里 两万元钱的是一个陌生女人 而且李自强自从海陆失踪后 一直和女儿在出租屋里生活 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行为 如果海陆是李自强绑架 陌生女人和李自强又是什么关系 这一时间案情变得更加突朔一立 但是警方没有放过任何可疑线索 对李自强也展开了调查 警方发现在海陆失踪的当天晚上 这李自强的行迹是十分可疑 他从朋友处借了一台小轿车 第二天中午才归还 通过调取公路监控 警方是顺藤摸瓜 在市郊的一处废弃仓库里 终于找到了被绑架的海陆 原来海陆从江淼淼出 得知李自强吸毒时 他回想起了被性侵的往事 原来这李自强温情的外表下 都是刻意伪装欺骗了自己 他对李自强从反感变成了害怕 所以海陆向郑亮连续提出搬家 引起了男友的怀疑 可是海陆不想让郑亮知道 自己被性侵的往事 于是就推说是前男友的原因 敷衍了过去 和男友郑亮旅游回来以后 海陆心情有所好转 另外发现李自强结交了新女友 这海陆的警惕有些放松 新房子已经交付准备装修 可是呢 危险在一步步的逼近 这海陆最为担心的事 还是发生了 这天海陆下班回家 李自强要推门进来 海陆见状叫关门 这李自强一把推开门 坐在了海陆的窗檐上 妹妹 近期手头紧 能不能借给哥哥点钱花 这李自强的嬉皮笑脸 让海陆感到恶心 他现在对这个吸着大哥 没有一丁点好印象 于是呢 一口回绝说没钱 李自强见状阴阳怪气的说 如果不借钱 我就把咱俩的事儿 可告诉给你男朋友了 听到这儿 海陆是又气愤又害怕 想想搬家在即 稀释宁人方是上策 于是呢 他拿出了两千块钱 打发了李自强 就在当天晚上 李自强毒瘾发作 他再一次闯进了海陆的房间借钱 当时忍无可忍的海陆 顿时对失去理性的李自强 祸口大骂 海陆没有想到 这一骂 却给自己招来了更大的麻烦 这一下可惹恼了李自强 毒瘾发作的他冲上去 把海陆是铺打在床上 用绳子紧紧捆住了海陆 逼迫他说出了银行卡密码 他找来共同吸毒的女友 乔装打扮以后 从桂园机上取走了卡里的两万块钱 这个时候 李自强已经失去了理智 他干脆是一不做二不休 趁着夜深人静 李自强从朋友处借来小轿车 把海陆塞进了后备箱 开到了市郊一处废弃的仓库 他只是一个毒友 逼问出海陆未婚夫正亮的电话 然后勒索赎金三十万元 而他本人呢 这装作没事 回到了出租屋里观察动静 然而 再狡猾的狐狸 终究逃不脱猎人的眼睛 李自强和他的毒友们 最终都落入了罚网 检察机关对李自强等人 依法提起了公诉 但是在罪名的确定上 产生了不同意见 本案中呢 李自强首先逼迫海陆 说出银行密码 取走了两万块钱 然后再以海陆为人质 向男友索要三十万赎金 有人认为 这是一个连续行为 侵害对象是一致的 应当以绑架罪进行处罚 但是也有人认为 这是前后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为 应当以抢劫罪和绑架罪 两个罪名进行处罚 那么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呢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 法律关键词 抢劫罪和绑架罪的区分 这抢劫罪啊 是指以不法占有为目的 以暴力胁迫的方法 强行截取他人的财物 这抢劫罪呢 一般是处于三年到十年有期徒刑 情形严重的 处于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而绑架罪呢 是指以勒索财物或者其他目的 使用暴力胁迫的方法 绑架他人的行为 这绑架罪呢 一般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情节较新的 处五年到十年有期徒刑 那么这两个罪名的区别是什么呢 第一 取得财物是否具有当场性 这抢劫罪啊 一般是当场取的财物 而绑架罪呢 这是发出威胁 索要除精 这截取财物 一般是不具备当场性 这第二呢 是否是从被害人本人取的财物 这抢劫罪呢 一般是从被害人处 截取财物 而绑架罪 则是向其亲属或者他人索去 在本案中呢 李自强首先是以暴力手段 逼迫海陆说出了银行密码 并取出了海陆的两万块钱 然后呢 又以海陆为人质 向男友郑亮索要赎金三十万元 这前后两个连续 但是独立的行为 分别符合抢劫罪和绑架罪的犯罪构成 最终呢 人民法院认定 李自强犯了抢劫罪和绑架罪 恕罪并罚 判处他 有期徒刑十年 这惊悚过后啊 海陆向男友坦白了 被李自强侵害的往事 此时 男友终于明白 海陆多次提及搬家的真正原因 他非常懊悔自己的疏忽大意 安慰女友要忘掉过去 海陆非常感动 这一个月以后呢 两人登记结婚时搬进了新房 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 观众朋友 在一些城市生活里啊 合租在经济上不是为一种相互分担 减轻压力的办法 然而呢 合租也是有风险的 尤其是疫情合租 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人身和财产被侵犯的危险 防止因为合租呢 而隐狼入室 万一遭遇了不法行为 一定要注意保留证据 及时向警方报案 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好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 欢迎您关注我们的栏目服务号 再见 母亲反对女儿再婚 女儿执意再婚后并不幸福 夫妻的争吵是越来越多 女儿突遭车祸身亡 女婿独自操办了后事 一个真相却被岳母发现 什么 女儿离婚了 这怎么可能 女儿的死亡赔偿金 被以离婚的女婿拿走 这笔钱母亲要得回吗 离婚的女婿来骗我 明日播出